9月12日,杨蜜生日,蜜之爱情和闺蜜情又成了焦点 杨蜜作为童星出道,在娱乐圈也有不少聚焦好友 此次生日,三生三世时里桃花巨组的不少演员都前来祝贺 高伟光亲切地称呼杨蜜为蜜姐,祝她天天开心 迪律热巴则是露出吃后本性大喊,快回来一起吃饭呀 还有杨蜜力捧的张彬彬,喊话杨蜜还是少女蜜 但最隆重的还是张大大 在杨蜜32岁生日那天,张大大守着时辰,晒出杨蜜的九宫格美照 照片中,杨蜜穿着一身浅绿色外套,头上带着可爱的发姑,显得俏皮可爱 压根看不出来已经是个孩子的妈妈了 张大大和杨蜜也晒出不少亲密的合照 两人都是心情大好,俏皮比喻 这么软萌的杨蜜还是很少见的 其实杨蜜还是有颗少女心的,也爱玩闹,时尚感也非常好 这一身造型虽然休闲,但是非常好看 却没有在微博上发表祝福,让不少网友都很失望 也再次怀疑两人的感情 曾经作为杨蜜闺蜜的唐嫣也荣未发生 恰逢杨蜜生日,刘凯威和唐嫣因为不曾祝福还上了热搜